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我们得以安息 主让我们有你真好 因为你爱我们 因为你的爱千代万代永远都不变 主啊 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 把我们的工作家庭儿女 我们面对的人生的道路我们都交给你 引导我们能够得胜 也引导我们可以传扬福音 让更多的人因你的救恩蒙福 赞美你 把荣耀送来归给你 把祝福归给每个上帝的儿女敬拜你的人 我们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好 弟兄姊妹请坐 好 我们今天呢 有一个见证 以后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有一个见证五分钟 那如果你愿意讲见证 你可以跟你的小组长谈一下 你说我有见证 那我们以后我们要开始幸福小组的这样一个小组的活动 我们现在在学高雄的福气教会的幸福小组 所以我们希望各个小组都推荐 你们在小组里训练的同工来讲出生命的见证 什么样的见证都可以 那你的见证也可能是蒙福的见证 那也可能遇到苦难神兼顾我们的见证 那也可能是我们找工作 我们或者来申请身份 或者我们家庭婚姻中的见证 或者我们儿女成长的见证 什么样的见证都可以 这是我们要荣耀神 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好的见证 我们今天请这个见证的我们的姐妹 Amy王 她是我们Wanna小组的 我们掌声欢迎她来讲出今天的见证 麦克风 麦克风那个给我 对 这个好的 Amy这个 谢谢 弟兄姐妹们 大家上午好 我是来自Wanna团契的Amy 我经常分享的那个见证就是 从苦难到医治施放 2016年的时候我的手扭伤了 当时被医生误诊开刀以后呢 就引发了PVNS 就是色素如膜滑滑性结膜炎 然后在医生的话一路看诊的情况下 后来的话呢 就把我当那个癌症病人化疗 那中间的话经历了七次化疗 最严重的时候 这个是我刚刚开始化疗的时候的对比图 因为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应该是第二次 那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太大的感觉 但当化疗的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 就伴随着就开始掉头发 然后最明显的就是脸的那个浮肿 然后越来越厉害 然后身上的皮肤就坑坑洼洼的 然后后来就完全不能走路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每天都是在看病 然后不停地吃东西 就是为了我的白雪球能够达到1.5 当白雪球达到1.5的时候 就是要去化疗 就是陷入一个这样的循环 然后每天就醒来就哭 哭到累了就睡着 然后就很绝望的时候呢 也想过自杀 但当时教会的传道就告诉我说 你是一个基督徒 你是活着是有盼望的 如果你自杀的话是上不了天堂的 那我当时心情也很郁闷 我想死也死不了 活也活不下去 因为最严重的时候 经历了七次化疗以后呢 又引发了红斑狼疮 我不知道说你们这边 有谁知道红斑狼疮 因为这个病呢 就是在那个徒悠悠 他没有发现那个清明术之前 他没有办法就是说医治的 所以就等于说我一个病 就引发两个绝症 那医生最后跟我讲说对不起 然后我在医院里面就放声痛哭 他就跟我说 你就回去休息吧 我没有办法 那我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那医生都不管我了 我还能有什么盼望 然后这个时候教会的牧师啊 包括我们组长啊 传道 他们就去看我 安慰我 帮我祷告 让我知道说 就算人都舍弃我的时候 医生都不管我的时候 我还有一个上帝 我那么轻看自己的生命 可是教会的这些兄弟姊妹 他们一直帮助我 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叫Amy 因为主日的时候 大家都会帮我祷告 礼拜三的祷告后 也会帮我祷告 就是因为这样 我没有放弃自己 我又重新站起来 然后我就把神每天 有感动给我的话语 就跌在墙上 然后墙上的小公星 就一个一个越来越多 我每天醒来 我掉头发的时候呢 我就眼泪 给我的鼻涕 头发的话呢 就哭声一团 我就跟神祷告 神就跟我感动说 就是你的头发 也被我锁落过的 你比麻雀都归重得多 当我在患难中 我难过的时候 我神说 你做你行 我都与你同在 有一天神感动我说 你不要怕 只要信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要思念上面的事情 因为我圣经读得不多 我不知道这是神的话语 然后我问了教会的人 他们就告诉我 你可以去查经 然后从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神没有放弃我 教会的人没有放弃我 然后在教会的 姐妹的陪伴跟鼓舞下 我后来我就很凭着信心 我就像牧师一样 我就把药从两粒 减到一粒 减到半粒 后来我就把药完全停了 当我完全停了以后 我没有再去看医生 大概过了半年左右 我去看医生复查的时候 医生都看了 我所有的指标 他就直接就吓到了 他说你有没有再吃药 我说我没有 然后他就说 他说你怎么 怎么就所有的指标都正常了 我说感谢主 因为上帝 刚好那个医生呢 他也是基督徒 他听我这样讲完以后 他说真的是感谢神 但是你还是要过来复查的 然后没有过几个月以后呢 我就开始正常的工作 然后一直到现在 神不仅给了我健康 因为在我生病期间 我单单跟神求说 主啊 只要你能让我活着 我只想健康地活着 我现在所有的一切 我都可以神气 我都可以不要 可是神 他不仅仅让我活着 让我能站在这里分享见证 他给了我工作 又给了我绿卡 也给了我现在的绿板 也让我在美国 能够有自己的一个家 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在神里面 在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 无论我们经历怎样的苦难 无论我们在病痛中 有多么的绝望 可是因着神 我们只有盼望 因着教会的兄弟的姐妹的 鼓舞和帮助 我们就有了肢体彼此的安慰 所以我今天真的想跟大家讲 用约伯的话讲 你必忘记你的苦楚 就算想起来 也如流过的水一般 因为我在苦难中的时候 我就一遍一遍地看约伯记 我就把约伯改成自己的名字 然后约伯最后的结局 就是神赐予他的 比从前所有的都加倍 我们今天 我能站在这里 能跟大家分享见证 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 我们都需要神 我们这一生 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但是因着主 我们这一生都有了盼望 虽有患难 虽有苦难 可是我们靠着主 我们就完全地得胜 谢谢大家听我的见证分享 好 来我们给Amy祷告 我们继续为她祷告 大家一起来为她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Amy是你爱的 你所拣选的孩子 主要你是天上的父 你是她永远的阿爸父 主要让她 遇到难住 她投靠你 主要 投靠你的你说都不羞愧 主要我们谢谢你 医治了她 我们知道你会继续 完全地医治她 主要让她在你的爱里边 得到全然的医治 也得到生命的成长 主要让她的生命的见证 能够祝福很多苦难中的人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谢谢Amy 好 我们刚才听了小Amy的见证 我是见过小Amy最美丽的时候 我也见过她最丑的时候 那么化疗的时候 人完全地变形 我不能相信说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会变成那个样 她那个时候 非常的 没有信心 因为来到美国 原来特别的有信心 特别的漂亮 她现在她的脸型 跟过去都不一样 人有的时候 生病是我们不能预料的苦难 当这个苦难来临的时候 人是站立不住的 她那个时候绿卡也没有批 然后呢 进入到化疗 化疗完了 这个化疗的效果特别不好 很多人化疗有效果 她一点也没有效果 而且越化疗越惨 后来还得了红斑狼疮 那当时很爱她的一个男孩子 细时淡淡要娶她的男孩子 撒腿就跑了 挺大个儿 挺壮 我见过 也不见了 那天我问她 她说不见了 我说感谢主 上帝为你预备最好的 所以那上帝为他预备最好的 来请起立一下 来来来杰森 来站一下 现在杰森 男朋友 看 比原来的还高 比原来的瘦一点 比原来的帅 我觉得上帝给他 真的是最好的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所以一个人经历苦难的时候 他投靠哪里呢 因为父母在上海 在家里 他老叫我老爸 我知道他 那个叫爸的意思 就是他希望有一个家 希望有一个长者的爱 一个祷告 我是牧师 常常叫我老爸 把我叫得觉得挺老的感觉 但是 后来我就知道 我后来我就知道 卑鄙 真的他做了个正确的选择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的小组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 只要他有一点的力气 他就去小组 就去教会 然后他在病中 他经常向别人传福音 非常有力量的传福音 而且他因为别人祷告 常常为我祷告 前几天我耳朵不好 他到我的家里和杰森 为我祷告 我特别的感动 特别的感动 你看 经过苦难中的人 他就会能够安慰在苦难中的人 他能够了解别人的苦难 后来有一天他跟我打电话 他说老爸 我不想再化疗了 我这个化疗一点效果都没有 而且越搞越惨 我可不可以不化疗 我说如果你有信心 你就祷告 把药停掉 那我原来是祷告停掉 那个药的时候 一点点减 一点点减 我也给他介绍一下我的经验 那后来他把药停掉 一到现在 感谢主 把荣耀归给神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所以小组特别的重要 进入小组的人 才能够进入到神的身体中来 教会特别的重要 所以圣经说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发现 我们在海外 尤其我们海外这些移民 我们特别的孤独 对不对 我们来到海外 我们亲人都不在嘛 我们的朋友都不在 我们遇到问题 我们找谁呢 我们找谁呢 有的时候 你遇到一些小问题 找人会有人帮忙 没有错 亲朋好友老乡 同事都可以帮忙 但是当我们遇到大问题的时候 谁能帮助我们呢 所以圣经告诉 耶华是我们的帮助 他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们 哈利路亚 那我们这几天 我们一直在谈幸福小组 在谈之前 那我 我 大家看几个图片 我们这几天活动特别的多 一个是我们教会 刚刚开始了一个七周年的纪念活动 然后呢 唐索荣牧师又来到我们中间 连续三场的布道会 那我已经参加两场了 今天下午还会去 这个唐木师今天79岁了 也是我的特别惊养的一位牧师 那我是26年前认识他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为了我们十几个人 从印度尼西亚 飞了十几个小时来到芝加哥 对我们十几个人讲到 他整整讲了四天的道 每一天讲五个小时 那个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为了十几个人 飞十几个小时 讲十几个小时的道 在我一生中第一次 为什么呢 因为这十几个人 他认为是历史性的人物 是神在北美拣选的 第一代的传道人 这十几个人 现在都在北美 在世界各地为上帝所用 所以我特别感谢他 我也特别感谢他 对我们当年这些无名小族的重视 那后来我跟他成了朋友 他也请我到他们教会讲过道 那这次来了 每一天 每一天我跟他谈的时候 我都觉得 他来了 他说我这次来了 跟1979年来不一样 70年到现在 整整40年 对不对 那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他说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活着 现在都不见了 那我相信 唐木师也跟我们讲 他可能洛杉矶也是在人生中最后一次的来了 他来过美国140次 以后年龄越来越大 也飞不动了 来到美国也不容易 唐木师几乎是到这个年龄了 他飞到哪还是坐经济舱 这个人特别的节俭 节俭的吓人 你知道吗 我跟他曾经有几次在一起住 住在一个房间 我记得在台北教师 台北的那叫 叫台北那个 那个车站那叫什么 什么 这个一个一个很普通的旅馆 就是接待宣教室的一个旅馆 在台北车站的对面 那我我住在那 他也住在那 我们有一对 有一段时间 我们住在一个房间 我们三个人住在一个房间 他进了房间 他说 伯利你住哪个床啊 我当然挑边啊 窗子的 对吧 我就赶紧 这这这我的 我一放 这还有个沙发 然后那个那个弟兄也不客气 一下子住在另外一边 他就在中间 你知道大家选择床 谁都不愿意住在中间吗 对不对 他没办法住中间 哎呀 他说我住在中间 很好 为什么 因为你们都是我的学生 一边一个 所以早上起来了 头天晚上 别人送了些包子 早上起来 没有早餐吃 他让我吃的凉包子 我是不吃啊 我说我出去买 这有咖啡啊 有油条 我干嘛吃包子 你这剩包子 他在屋里吃了三个包子 说你买 别买我的份 我都已经吃完包子了 我们坐一个飞机 坐一飞机 坐经济厂 我们坐的都是经济厂 我们从台北到印度西亚 他带我到他们教会讲道 坐飞机上 我就看到这个老仆人 生活如此简朴 如此简朴 昨天他讲解让大家听 他出生了一个很富足的家庭 所以他能够成为那么多人的祝福 所以很感恩 所以昨天我问了他一句 我说他们是你福祉主63年 有没有一刻一秒钟 哪管一秒钟 你后悔过 当你被别人批评 当你被别人谩骂 当被别人误解 你有没有觉得委屈 我是不是跟好像我讲过 传道人不是人干的活 我讲过这种软弱的话 我跟他问 他说我一分钟一秒钟都没有过 63年 服侍主 无怨无悔 这个真的是我们年轻传道人 需要学习的 很感恩 所以感谢主 所以我 他让我为他祷告 讲道完了 我去上台 跟他握手的时候 我发现他手都在抖 两个小时 讲两个小时 将近80岁的人 连续的讲 连续的讲 我不知道会一般 我顶多是一个小时 我就接锁 我就讲一个小时 他两个小时 我当我拉住他手 发现他手都在抖 我就为他祷告 求神给他力量 今天下午四点钟 还有 李永泽妹可以去参与 如果去的话 各个小组尽量卡铺 因为停车位非常的难找 昨天晚上2500人 坐无叙息 满满的 听他讲一生的见证 讲不完的 真的讲不完 我就觉得 他的一生有太多的上帝 给他的丰富 很感恩 很感恩 所以呢我们今天 我们把这照片看完吧 看了几张照片 往下走一走 哎 这个他不到 这都是我拍的啊 这我拍 那个是王岳拍的 对吧 我那是王岳拍的 这个都是有版权的啊 对吧 我的没版权 王岳有版权 来往下看 再往下 还有还有图片吗 然后呢 我昨天上午呢 又去参加了我们 正道神院的 30周年大庆 30周年 30周年 请问 30周年是哪一年成立的 正道神院 1989年 1989年 因为天门事件 北美的台福教会 他们觉得大量的中国人逃到美国 他们应该建立一个神学院 来训练更多的神国工人来牧养他们 所以那后来就建立了这个正道神院 那个是叫台福 英文是logos 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 我是那里边的 我是97年进校的 我是毕业的时候 是第十届毕业生 比较早 现在都已经30 杨瑞牧师也是那里毕业的 这个神院到现在已经培养出上千位的牧者 牧师 那现在还有400位的教母学博士在那里边读 感谢主 所以这个变成北美最大的 最正规的一个华人神学院 所以回到母校 发现母校花了一千多万 一千五百多万在整理 在装修 做得非常的美 我就跟那些老师同学说 哎呀 我们在那时候好艰苦啊 你们现在条件太好了 这个你们就在那儿降服吧 我们是降不着了 后来老师们说 你可以再回那鸡人店呢 所以这个永远学不完的 感谢主 那我们当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幸福小组的时候 我们知道高雄那个福气的教会 他们推动了这个幸福小组的工作 我上个礼拜讲了 上礼拜我讲了 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因为幸福是对上帝的 给我们的赐福的一种感知 所以上帝 我们的福气从哪里来 从神而来 从重光之父而来 从创造天地的 宇宙万物的夜华而来 那我们的福气从他而来 我们要感知我们是幸福的人 对不对 那幸福也是形容词 形容我们来感知上帝的祝福 也是名词 所以当我们来看到这个幸福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一个有家的人是幸福的 对不对 对你旁边说有家人幸福的 一个有教会的人 我认为也是幸福的 一个有小组人 像Amy今天的见证 她是幸福的 在她最困难的时候 小组的 Rose Jack 还有很多的 Anne 很多的众弟兄姊妹 每一天祷告 扶持 探望 坚固 你知道人哪 会软弱的 人有的时候 那一瞬间 那一个软弱 有的时候是致命的 有的时候人 自杀的人就那一瞬间 你知道吗 他那一瞬间感到没有盼望 他突然就不行了 他就有的时候 人这个是 这个负面的情绪 来的是很吓人的 但是 常常有 爱在你的身边 一个人 他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他都能走过去 一个人就怕人生没有爱了 没有爱了 他就失望了 所以神爱永远在我们生命中 但是你要感知你被爱 Amen 哈利路亚很重要 你感知你幸福 所以那天我听了那个 扣少恩牧师的讲道 他说幸福小组 他们的幸福小组 一个小组搞聚会 就请了两百多个人来参加 两百多个人来喝咖啡 茶会 然后呢 两百多个人呢 他说 等到进入到幸福小组 就二十个人 百分之 他说那很好了 很好了 他说唱歌 大家都不懂 唱什么 伊玛内利 那我们就唱高山清 他们敢唱高山清 如果我们在美国就要唱高山清 可能会被人批评 知道吗 但是他们没有问题 为了福音的缘故 为了一些摸到的朋友 让他们来认识我们是一群幸福的人 用我们生命的见证 然后用神的话语 用爱 不要 扑使人家 不要逼人家 信耶稣 让人看到我们是幸福的人 人们才信耶稣 这样圣经所说的 我们传扬他 要用猪般的智慧 劝解个人 然后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边 完完全全的 带到上帝的面前 这是我们幸福小组的一个策略 所以我们从明天开始 开始幸福小组 所以牧师 现在今年好像下半年讲到 都要跟幸福有关系 所以你要做幸福的人吗 那你就来到教会 听幸福的信息 有没有 你要听咒诅的信息 你天天就成为咒诅的人 你要听幸福的信息 你就会成为幸福的人 有没有 所以当我们成为幸福的人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影响 别人成为幸福的人 当你要把幸福传递出去的时候 弟兄姊妹 是你人生幸福的开始 一个人怎么样能成为幸福呢 就是能够使别人成为幸福 如果别人不能成为幸福的人 我们就不能成为幸福 因为幸福是感染的 幸福是传递的 对不对 所以有一天下大雨 有一个老太太 就到了一个商店 到了一个商店 她想避雨 她很单纯的一个想法 就是想避雨 当她进入商店的时候 她想 不好意思在商店里避雨 一身的水 躺在一地 因为小店也不大 她就想买点什么东西 可是小店是卖时装的 她觉得都不合适她 她看了一眼 她就很忐忑不安的 站外避雨 非常的大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过来说 说太太您要买点什么 她说不好意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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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没什么可买的 我就想避雨 可以吗 她说当然可以 她就拿了个椅子说 您要避雨需要点时间 这外边下雨这么大 您就坐这里就好了 你坐这里 您别不好意思 然后又给她递了一杯热水 哇 感谢主 你看到吗 这是 这有的店员 你不买东西 脸色立刻就变了 不买了干什么 远点的 对不对 你看这就完了 这个男孩子 一个动作改变了他自己的一生 后来几个月以后 他获得了一个机会 被指定代表这家商店 去参加另外一家 大的家族公司的商务 切亚谈 因为这个大的商务公司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把一个重 很大的订单 给了他们这个小小的公司 是他们完全吃不掉的 那后来 当他 接受了这个 这个 康帅克的时候 他才发现了 这个康帅克后边 这个老太太 是个集团公司的董事长 这个老太太是谁呢 就是钢铁大王 卡内基的母亲 但是他卡内基梅隆 在宾州一个最 最重要的 computer的大学 他的肯定是前一家第一位的 对不对 就在那个 宾州 在这个 所以 这个卡内基梅隆 他的母亲 这个小男孩 因为他一个 普通的善举 他接受了一个 善意的回报 所以后来他被 卡内基梅隆挖走了 成为卡内基维隆 最重要的一个助手 也成为他们公司的一个发展 很重要的一个人才 所以 听众子 你看到 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才能够成为幸福 对不对 所以 怎么样成为幸福的人呢 就是 使别人幸福 我们看一段经文 在创世纪 当你打开创世纪 第 第十二章的时候 你看到上帝 怎么告诉亚伯兰的 上帝告诉亚伯兰 怎么说 上帝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富家 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 第十二章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上帝给他的应许 这个叫应许啊 我们有时读圣经 什么应许啊 不知道 就是神给你的好处 告诉你 神给你的支票 什么叫应许 神给你的支票 这个支票是空埋的 你知道吗 你们结果空埋支票吗 我当年在新加坡建堂的时候 就有一个姐妹 我早晨在他们家吃早餐 住在他们家 一个印尼华侨 你知道印尼华侨 你说就吓人 不知道多少钱 因为他们的 那个印尼 印尼炖呢 几百万 再换几美金呢 一小时给你几百万 是可能的 所以我住在他家 早晨吃早餐 哎呀 我就想到 我们教会 没有地方聚会 然后我看到他们家 四千多尺 在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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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节路 巨大的耗歹 自己的楼顶上 二十多层上 自有罪的游泳池 我跟师母都住过他们的家 你知道我 我早上起来 我就想到圣经说 哎呀 我们 住在天花板下 神的殿却荒凉 我就 我就掉眼泪了 这个 我这个人比较容易哭 就掉眼泪了 想到爱就会哭 你知道吗 谁打我不会哭的 我小时候 我爸打我 我一个眼泪都不会掉 人就 被感动 就会哭 我就掉眼泪了 掉眼泪了 他的保姆就告诉主人说 哎呀 你的牧师哭了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早餐不好吃 是不是怎么样 不好意思 他就问 我生怎么了 我就 我就不能那么说呀 我看你们家 天花板 垫在框里 我怎么会那么说 我说呀 今天有点伤感 想到他们教会 没有聚会的地方 他给了我一张支票 空白的 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啊 我到教会打开 才发现空白支票 我说前面你什么意思 他说牧师 你凭着神给你的信心去填 哇 感谢主 你知道应许啊 就是上帝给你这张空白支票 你要凭着信心去填 Amen Hallelujah 你一生中 上帝给你前面的道路 就是应许 上帝应许 亚伯拉罕我要让你成为大国 亚伯拉罕如果正常人是不会相信的 我怎么能成为大国 我就跟我的叔叔 跟我的爸爸带我的侦儿 我们几个 我的老伴又不生孩子 都75了 这么大了都不生孩子 我怎么可以成为大国 而且我又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我到了一个新的移民的地方 那地方什么人我都不知道 我怎么可以成为大国 那亚伯拉罕现在成为大国了没有 亚伯拉罕胜以撒 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十二个支派 对不对 然后耶稣基督生在犹大支派 然后 全世界的人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二十多亿的人成为耶稣的门徒 而且是永远无穷尽的 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 他是不是大国 是最大的国 Amen Hallelujah 所以上帝这个应许给了亚伯拉罕 然后亚伯拉罕上帝不仅给你应许啊 上帝也给你责任 上帝给亚伯拉罕什么责任 弟兄兄兄弟们看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Hallelujah 我们蒙福 上帝给我们蒙福的目的 就是让别人得福 然后神就说 我祝福你 为你祝福的 我祝福他 咒诅你的 我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Hallelujah 这个不仅是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和使命 也是给我们的应许和责任 你们 最后上礼拜我们 我讲到了我们是蒙福的 我们幸福的人 我们要感知上帝给我们的赐福 但是我们也要成为祝福别人的人 因为祝福别人难不难呢 当然你有钱 你可以帮助一些穷人 你设立基金会 可是没有钱 能不能帮助人呢 当然可以 你没有钱也可以帮助人 像刚才那个小男孩 他没有花一分钱 他就帮助一个老太太 他就得到了善报 所以上帝说 我们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基督徒要做善事 基督徒不是为了做善事 来证明我们是基督徒 基督徒是因为信了耶稣基督 做善事 他自然的生命的流露 是我们很自然的一个生命的随意的举动 就是做善事 就是做善事 感谢主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幸福小组呢 就是让教会成为传福音的人 每个人都成为传福音的 教会成为传福音的教会 我常常想耶稣基督来的第一个使命是什么呢 马列福音 第九章 耶稣左边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这是他第一个使命 耶稣来了 就是要传扬使命 我们看一段经文在我前面 在我们看这个 这个路加福音 耶稣来了 就是让被掳的得以释放 被压迫的得自由 我们看路加福音 我们来看第四章 十六到二十一节 我们看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很特别 这段经文非常的特别 路加福音的第四章 耶稣来到拿撒勒 就是他生长的地方 在安息日 他来到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知以赛的书 交给他 他就打开找入一处 写着说 主的灵在我的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拆遣被掳的得以释放 被 拆遣我报告 被掳的要得释放 瞎眼的要得看见 叫他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越拿人的信念 我们把第十八节 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我们一起十八节 一起来 主的灵 在我 好 你看 耶稣说 他来了 他要把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那今天我们这里边有钱的人 心里就嘀咕了 说咱们神传福音给贫穷 我们有钱人就不管了吗 那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读经 如果你刚才我们也 敬拜上看到那个八福了 八福的第一福是什么 虚心的人有福了 什么是贫穷呢 贫穷就是心里边 觉得自己亏欠 虚心就是觉得我们自己不完美 贫穷是觉得你 你里边的贫穷 如果你里边富足人 就是说 你看 那个 在圣经人祷告 有富足人 有贫穷人 有一个法利赛人 很富足 说主啊 你看我是个好人 这就是心里富足的人 对不对 你看我 按时教十一奉献 我这个 我 我家庭很好的 我很爱我的妻子 我没有外遇 我的孩子都是上名牌大学 不像牌卖那个人 那人 啥都不是 然后那个人就 那个穷人怎么说 头都不敢抬 说主啊 怜悯我这个罪人 耶稣说 在天上哪个更大呢 那个贫穷的人 那个贫穷更大 知道吧 他没有内心的脚 所以贫穷是指我们内心的 虚心的 谦卑的 然后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不 不完美的 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了 因为这样的人 他才能认识耶稣基督啊 对不对 他才能得到福音的好处啊 那富足呢 就是骄傲的人 不是指财产多少 我们今天很多的财富 很多的人 非常的谦卑 爱主 爱主 你看到 你看到比尔盖子 我们看到那些 最有钱的人 对吧 你看到那个 纽约那个叫什么了 最有钱的人是什么 原来最有钱的 巴菲特 不是巴菲特 比他早 那个 那个叫什么了 那个 非常有钱的 我忘了 对不起 对对对 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 你知道吗 那有钱 有到什么时候 当时美国他是首富啊 他把他的四分之一 奉献给上帝 后来就一半 奉献给上帝 到他晚年 都是80% 奉献给上帝 知道他有一次 得了一个病 什么都不能吃 就能吃饼干 你想一个富人 然后那么有钱 就能吃饼干 那多惨呢 你知道吗 那像我们还可以吃饺子 你知道吗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就说主啊 如果我能吃别的 我就把我的财产一半 都奉献给你 后来他就成立了 洛克菲勒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 帮助了多少穷人 艾滋病的 非洲的 那些穷人 他花大量的钱 帮助他们 在医疗各方面 他也帮助文化事业 我记得我有一次 我那时候在纽约 担任中国之春的总编辑 没有钱 我也四处写这个 写这个 去申请经费 我们就 就 就 比美国各个大的基金会 我就给洛克菲勒基金会 投去一个 英文的 人家回乐风气 非常热情 后来就说 你这么点小钱 就不要到洛克菲勒申请了 我们都大项目 很客气 所以你就看到 这些有钱的人 他们非常爱卓 他们非常的 觉得里边的贫穷 可是很多穷人 刚硬的也要死 有的穷人 你跟他说耶稣 耶稣有什么好处 去耶稣能当饭吃吗 对不对 你看你常常会听到这种话 这叫心里的刚硬 贫穷的人有福了 耶稣说 然后他要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从三点来 分享这段的经文 耶稣基督说 主的灵在我的身上 他用高高我 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首先说 耶稣来的第一个目的 就是传福音 你们怎么一起对你旁边说 耶稣来的第一个目的是传福音 对不对 传什么福音呢 天国的福音 约翰怎么说 天国进了 你们应该悔改 你们 哈利路亚 所以最近我 我准备在我的那个 这个 YouTube上 我最近准备 回答一些神学问题 比如悔改的问题 重生的问题 是先悔改后重生 还是先重生后悔改 很多很多的疑问 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在神学上 没有去思考的问题 我们可能做目的 有责任来回答他们 我觉得唐牧师给我们做了榜样 唐牧师特别愿意回答问题 昨天他回答问题 不过他回答问题特别长 一个问题 其实两分钟就可以了 一分钟就可以 他一回答就一个小时 昨天回答一个半小时 本来说一个小时 回答一个半 我数了四个问题 他回答了一个半小时 对不对 当然这些问题 你回答十个小时也可以的 但是我们要了解 很多我们要了解这个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在这里 他讲了的三点 被掳的得以释放 瞎眼的可以看见 被压着的得以自由 这是我最喜欢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是福音的根本 福音的根本 耶稣来传福音 那么后来保罗把福音 在格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 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主耶稣基督 按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这个是福音呢 然后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第一次没 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 那耶稣基督来告诉我们说 天国的福音的特性 有三个层次 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被掳的得以释放 什么是被掳的 如果你你打过仗 那打过仗 你就知道什么叫被掳的 对不对 打仗有一种人叫俘虏 就被别人俘虏了 俘虏还有自由吗 没有自由 那我看过那个那个 二战的片子 那些美国兵被日本人俘虏了 那在那个里边 哇 那就被那个日本人枉死的打 对不对 让他干嘛 他就得干嘛 我记得有一个故事 我有一个电影 我看着就特别的感动 一个铁锹丢了 那日本日本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军官就说 哪个人偷的 赶紧承认不承认 我全给你们杀了 结果后来就有一个人承认了 他他就打死了两个人 有一个军官说是我偷的 他就把那个军官打死了 打死了 后来第二天 他们发现那个铁锹是在原地 没有数到 没有丢铁锹 那为什么那个那个军官会 会做这样决定 因为他也不承认 他其他的 这个同事战友都会被打死 所以他承认了 你看 这个俘虏是没有权利 没有自由的 那圣经里讲这个被掳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今天讲 被掳的可能有三点 第一点 我们是被罪俘虏的 所以圣经里不会讲到这个罪 所以当我们像木道友讲 我们要讲清楚 我们是罪人 是中国大陆弟兄姊妹的 尤其不能听这句话 你要说你是罪人 我常常说 哎呀我们都是罪人 那个人看着我说 我又没有通缉令 我什么罪人 你才罪人呢 我是罪人 你看 我有通缉令 他觉得我是罪人 他觉得没有通缉令 他就是好人 你知道吗 圣经所说这个罪人 不是有没有通缉令 不是有没有被判刑 当然判刑一定是有罪啊 什么叫罪人呢 罪就是没有达到神的要求 罪就是像希腊文射箭 没有射中靶心 那罪呢 就是不完美 所以圣经说 人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什么叫亏缺 就是不完美吗 这一张纸 这是一张很好的纸 完美 这个就亏缺了嘛 你看这张纸就亏缺了 罪就是你的产品不合格 你要出场的时候 不能出场 有一种叫产品检验员 但是产品过来 一看不合格 他啪啪到后面去 然后其他的哗哗 那个输送带输出去的时候 有专门检查 干这个 对不对 不合格扔过去 他不看你哪不合格 只要不合格 所以不管你什么罪 你亏取了上帝的荣耀 就是罪 那上帝又给我们 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 他创造人给我们公义 人没有公义就是罪 他给我们爱 人没有爱就是罪 那他给我们良知 人没有良心 没有良知就是罪 当然人遇到 该怜悯的人不去怜悯 就是罪 该帮助的人没有去帮助 就是罪 所以当一个人做丈夫的 没有履行丈夫的责任 就是罪 做妻子的没有 按照妻子的圣经的教导来 做妻子就是罪 所以 那我们当然我们 我护害自己的身体也是罪 你吸毒也是罪 对不对 抽烟是不是罪 我们帝兄姊妹有抽烟的 我因为我每天我都看到我有个烟头啊 你知道我礼拜二来了 上班我会把外面那几个两个 那个烟头我收拾起来 我怕帝兄姊妹看见说 你看这教会这么多人抽烟 当然不一定我们叫美国教会很多人抽烟的 你知道吗 是不是罪 当然不一定 马丁路德就抽烟 你知道 而且还抽烟的 还喝啤酒 德国人 传道人怎么可以这样呢 是不是罪 但是当他出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这是罪呢 就是这个东西成了他的捆绑 就是罪了 你偶尔吸上大麻 也不算什么罪 但你天天吸就是罪 我原来抽烟 我抽了二十多年 我十六岁抽烟 你知道吗 因为抽烟表示自己成熟长大了 我可以跟别人交换烟卷了 你知道吗 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因为跟大人都交换烟卷 我们小孩 当我们一起跟别人交换烟卷 觉得他们长大了 这种一种宣告 大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把 我爹是不抽烟的 我妈抽烟 我把我妈的烟都偷出来 我就抽 抽 我后来就抽到什么程度 我写作不抽烟 我是写不出来的 后来信了主了 来了没有 我把烟寄了 我那在芝加哥 我怎么接调的 我告诉你 我去传福音 我向上传福音 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小组有五个抽烟的人 传福音就特别热情 我们钻向抽烟那种传福音 结果有一天 我有个朋友 我们小组的团器的 我要戒烟 因为我林牧师 林牧中牧师让我说 那天要对一些新朋友讲 讲见证 他就临走着 他就没看着我 他就随便说句话 说用完我的麦克风 不要让我闻到烟味 哎呦 他知道我抽烟 我以为他不知道 因为抽烟我的刷牙 叫茶叶 我想很多方法 哎他知道 他说你不要 让我的麦克风有烟味 而且他 他是开玩笑说的 他为了怕 不伤我的自尊心 你看这牧师特别好 你知道吗 我那天决定 就像屁里扒烟 也扔了 大火机全扔了 好几条烟 大火机十几个 屁里扒全扔了 扔了 拉一桶扔出去 我就自由了 哇感谢主 结果半夜三点钟 捆绑来了 烟瘾上来 我就很后悔我自己 你没那能力 你做这么大举动干嘛 多浪费那么多钱 然后你哪管 搂个烟头也行啊 能起码能渡过难关 我就满地找烟头 找找找 一个烟头没找着 突然想到了 我一个弟兄很爱我 我接了好几次烟 都他给我送烟 那他也接好几次 归难的时候 都是我为他送烟 我找他一定 我打几 拿几电话 我一打 他赶紧说 半夜那时候都没有手机嘛 哎呦 我说受不了 受不了 他说我跟你说 不要那么坚决嘛 我别着急 我给你送过去 你看他多有爱心 知道吗 等他开车一出来 我家电话响 我住了一个美国老太太家 美国人半夜十点钟 以后是不打电话 你知道吗 半夜三点钟 电话一响 我赶紧去 我怕老太太醒了 第二天让我搬家 你知道吗 我一接 他老婆 他老婆 张伯丽 哎呀 哪生天难听的 我一小点声 他说什么小点声 你以后别来跟我撰福音 你们连烟都戒不了 你们那上帝有什么用 完了 我一下就醒了 烟也没了 这个烟很小 要是跟上帝连到一起 就大事 你知道 哇 他说你传什么福音 连烟你们都戒不了 你们还传什么福音 哇 这个女人说话 太狠毒了 你知道吗 但我能理解 因为外边下大雪 他担心先生开车 半夜出事 大雪之下很大 他先生把烟 到我那给我一包烟 拿一根 说赶紧赶紧 暖和暖和 抽烟就暖和暖和 赶紧回家吧 你老婆来电话了 他说 骂你了吧 好事啊 他说 别着急 咱们总有机会会找回来的 你知道吗 哇 这这就 这够哥们 对不对 我赶紧走了 烟给我放着 那包烟 两年我没有抽 因为我懂了一个道理 我就想 我是神医生 我一天不读圣经 我会不会难受 不会的 你知道吗 我一天不祷告 难不难受 没事的 我一个礼拜不就 也没有关系的 可是我一天不抽烟 我就不行了 我发现那个烟 在我的生命中 超过了上帝的位置 他就是罪 你们 我就这么戒掉的 我告诉你 我就从此就戒了 我就每天看着那个烟 我就需要圣灵来帮助我 我知道我肉体 胜不过他 但神会得胜 那包烟 一直到我搬了一支加哥 我再把它丢掉 他一直放在我的茶几上 有人来了 会抽烟 是干要拿 我别动 那也不能抽 那我看见他戒烟 那我告诉你 你看到没有 所以弟兄姊妹 当你了解任何的事情 超过上帝 在你生命的位置 他就是罪 就错了 什么是罪 这就是罪嘛 所以我们不要做罪的奴仆 所以耶稣在这里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四周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所有犯罪的 就是罪的奴仆 说得多好啊 我就是焉的奴隶 他让我干嘛 我就得干嘛 对不对 那我们做罪的奴仆 就是没有自由吗 就是被捆绑吗 所以神让被掳得得以释放 就是让我们在罪中的人 得到自由 得到自由 我们想得到自由 我们靠我们自己的 礼仪 律法 教育 理性 都是没有用的 我们必须靠圣灵来充满我们 所以那这个罪 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亚当来的 保罗说 罪因为一人进了世界 所以因为他来的 有些弟兄姊妹 在我跟他谈福音的时候 他说 哎呀 这个罪 这个没道理 一人犯罪 应该一人当啊 和亚当犯罪 这个亚当当 跟我有什么关系 哎呀 这个你要想到说 因为亚当是人类的始祖 人类的始祖 所以他犯了罪 整个人类都犯了罪 就像一杯水 一污染 就全污染了 就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知道 当我们看到说 一个著名的新约学者 叫布鲁斯 他所说 对于保罗来说 亚当不单是历史上的 个体的第一人 亚当正如他的 希伯来文名字的意思一样 亚当是什么 希伯来什么意思呢 是人类 人类的意思 人类的意思 亚当被视为 整个人类的开始 所以人类的开始 并没有犯罪 本来是可以长存的 可是呢 因为亚当和夏娃的 自由意志 在那个时候 没有被圣灵管制 我们的自由意志 自己选择犯错了 神说不可以吃 那个不是吃不吃的问题 那个不重要 重要是命令 神的命令 我们违背了 对不对 你比如说 有些东西是不给你吃的 你告诉他 他就要吃 因为他的动作 前几天 朱建牧师来我家 还有沃绿 他妻子 师母 我就准备点点心 放在我的阳台 那个 我那个 那个花园里的茶几上 洗好了茶 我就告诉我们家狗 不许吃 这是我们吃的 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上面照了个罩 他就没吃 我就 我就带他们参观 我们的院子 屋子 然后又上网 又给他 扒出我的上网 弄完了一看 那狗没吃 我说你看这狗 比人多厉害 说不吃就不吃 然后就打开了 我们就吃了一点 连我们又什么时候 又进屋了 一出来糟糕 全吃光了 我说刚表演完你 你说你就不能 给你爸长点脸 你这狗爹 就太没面子了 刚表演完你 他点人很无辜的样子 因为他的本性嘛 对不对 因为他 你打开了 他觉得 可以了 咱们是一家人嘛 你都吃了 我就可以吃 这已经不错了 就刚开始 他说 放个罩 他就没吃 你打开他就吃了 然后窝里过来说 哎呦 你们都吃干净 没给我留一点 我是怎么 是我吃干净的 我们家狗吃干净的 所以看到这个罪 就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说 你比如说 我们在中国 我们那个地主的孩子 当年地妇房 你生下来 就是地主的孩子 你有什么办法的 对不对 你有什么办法 除非有一次的 叫什么 改革 对不对 你才能够有自由 否则你就是地主的孩子 没有办法的 所以当我们 当一个人犯罪 全人类跟他承担 这个责任的时候 我们知道 上帝是怜悯人类的 所以上帝预备了 耶稣基督的福音 耶稣道成肉身 来到我们中间 就是为了 让我们得以释放 对不对 就让我们 从罪的捆绑中 得以释放 第二点 我们要在负面的情绪中 得以释放 人类常常有负面的 情绪的影响 在人生中 我们遇到很多的难处 我们看几个负面 这么多的负面情绪 你看 忧愁啊 恐惧啊 嫉妒啊 恼恨啊 怒气啊 恶毒啊 苦毒啊 愤怒啊 高傲啊 憎恨啊 失望啊 憎恶 这个都是圣经里 讲的一些负面的情绪 那你请问 这些负面的情绪 好不好 不好 那么怎么得释放 耶稣来了 才能得释放 耶稣说 我来了 是让被掳的 得以释放 所以我们要了解 这些负面的情绪 我们要面对 这些负面的情绪 因为这些负面的情绪 说实话 会影响我们人生的质量 我常常 我上个礼拜讲 我们人生是不一样的 我们信耶稣的人 虽然生命七十岁八十岁 我们活的质量不一样 那没有信耶稣的人呢 他完全活在世界里边 你知道他没有盼望 他没有什么盼望 就是今天他得到什么物质的好处 他还是没有盼望 物质的好处 你也没有什么 就是质量嘛 你有多少房子 你不就住一间吗 对不对 你有多大的屋子 你不就一张床吗 那天我在网上看到 这个有一段话讲的很有意思 我读给大家说 有人说出生一张纸 开始一辈子 文凭一张纸 奋斗一辈子 婚姻一张纸 折磨一辈子 现在没结婚就高兴了 说你看你看 对吧 我就聪明就不折磨了 当官一张纸 斗争一辈子 金钱一张纸 辛苦一辈子 荣誉一张纸 虚名一辈子 病例一张纸 痛苦一辈子 报词一张纸 了结一辈子 你看这 这很精彩啊 发现中国的民间文学家 都很精彩 还有呢 一部高档手机 70%的功能是没用的 一款高档轿车 70%的速度是多余的 一栋豪华的别墅 70%的面积是空闲的 一屋子 衣服 用品 70%没穿的 一辈子挣的钱再多70%都是留给别人的 结论 生活简单明了就好 守住人生的30% 这个也蛮有智慧的 对不对 有点像蔡根坛的感觉 新蔡根坛 然后呢 还有一个说到这个当官的 刚才说的有钱 正处复处 最后都不知落到何处 正局复局 最后都是一样结局 正部复部 最后都是一起散步 总理副总理 最后都是一个道理 主席副主席 最后都会一样缺席 这个 这个写得有意思 从 人们觉得好的 人们所追求的 像圣经所说的 虚空的虚空 一切都是虚空 如果没有神 我们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 所以我们 当我们遇到这些负面的情侣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神说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你们得救在乎 归会安息 你们的得力在乎 平静安稳 所以与此美 我们认识神 我们那个幸福 从我们的出来 就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帮助 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在 常见的负面情绪里边走出来 我们来接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正面的情绪 你们喜乐吗 喜乐 为什么喜乐呢 因为神就是喜乐 神使我们喜乐 阿们 哈利路亚 我看到多少的弟兄姊妹 来到教会的时候 那脸是苦瓜型的 现在变成西瓜型的 对不对 多少弟兄姊妹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们的婚姻是走不下去的 那现在看到他们的婚姻是甜蜜的 不想分开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婚姻走不下人 甚至都想死 现在你让他死 他都不死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 哎呀 有的时候我觉得 这婚姻太好的人 是有危险的 一个人走了 那个人就危险 你知道吗 真的是如此 你看我爸爸 走了不到半年 我妈就走了 我爸94岁 走了 他们结婚70多年 对吧 然后我妈妈 就不到半年就走了 身体好好的 突然就不行了 所以你看这一对相爱的人 但是他们一生中 哎呀 他们活得很美 他们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 他们就 我爹说 我一生中 最轰轰烈的事情 就我生了七个孩子了 而且七个孩子都很好 都长大 除了我 除了张伯丽被通缉 其他的都不做 都是党和国家的干部 你看最后 而且都信主了 因为一个被通缉的 全家都信耶稣了 最后我爹 我妈也信耶稣了 哎 你看我们天堂还会见 感谢主 Amen 我们有什么不喜乐的呢 Hallelujah 赞美主 那第三点 我们要在死亡的全人中 被释放 耶稣就在马 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那听我话 又信差我来者的 就是永生 不至于定罪 就已经是出死入生了 哎呀 我特别喜欢这句话 出死入生 丁永子明对你朋友说 你出死入生了 你知道我们中国大陆 这个词是不是 是相反的啊 我们中国大陆 有句词就是 那些革命烈士 都出生入死了 这也是事实的写照 我们小时候 都想学习革命烈士 出生入死 为共产主义奋斗众生 对不对 出生入死 是个咒诅的词 所以出死入生 是一个蒙福的词汇 Amen 哈利路亚 我们是 胜过了死亡 进入永生 真就是上帝 要让我们得以释放 被掳得得以释放 我们是出死入生的 没有人不恐惧死亡 尤其年龄越老 生活越幸福 身体越健康 越怕死亡 如果老有病的 哎呀那算了算了 但是有的人 没有信主的 没有盼望的 没有信仰的 也有点惧怕死亡 死亡 圣经说 人人又都有一死 如果我们中国人 一死百了 那也就了了 对吧 其实不是的 圣经说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还有审判 没有一死百了 那一说 就像亚当犯了罪 众人都在罪中一样 没有说一人犯罪 一人当的事 人类就是这样子的 那没有人躲过死亡 我觉得死亡也是一个公平 那你说那坏人永远不死 那挺吓人的嘛 那希腊勒不死 那么吓死人了 毛泽东不死 那么吓死人了嘛 对不对 那老搞文化大革命不就是吗 对不对 该死他就得死 到时候死是公平的 死是不为收获命令 死对好人对坏人一样 像太阳照好人 也照歹人一样 公平 公平 但是死了 我们这几天 唐弗师讲什么 网友咱们听了 唐弗师讲 这个存在 存在和永恒 对吧 我们身体是存在的 是存在的一种载体表现 我们人认识一个人 是通过他的身体 可是身体代表人吗 身体不代表人 那里边那个灵魂代表人 那个是我 这个外边是我的载体 是我的表现方式 对不对 这个不是我 他不是全是我 真正的我在我的里边 那当我外边这个表达方式走了 那我人还存在 还存不存在 存在 这个就是你的灵魂 这是永存的 其实你不信耶稣 也是永存的 那就在地狱里边 在孤独的里边 在黑暗的里边 哀哭切齿 但你信了耶稣基督 你是在神的身边 在天堂里边 在永活里边 在永在里边 在神的同在里边 这个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说 耶稣让我们从死亡的全日架 得以释放 没有人可以胜过死亡 唯有耶稣基督 他胜过了死亡 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 信他的人 也一样和他复活 Amen 对你旁边说 信他的人 一样和他复活 对旁边说一下 感谢主 阿里路 我们信他的人 一样和他复活 所以罗马书 第五章十二节说 那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但是呢 当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 我们罪得赦免 耶稣为我们承担了罪 耶稣实际上赦免了我们的罪 他为我们死 我们就不死了 这个很特别的一个比喻 我有一个朋友 张朗朗 哎呀 他我们俩在普林斯顿大学 我们俩住的roommate 他一进我的屋 他是个作家 他爸爸叫张廷 三点嘴加一个丁 是中国工艺美术学院的院长 延安时期的 他就是属于那个叫做 马背上的摇篮 是不是有一个马背摇篮一批人呢 就是那帮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的孩子 打仗的时候就放在马背上 有一个幼儿园 他就那个幼儿园的 跟郭沐若的儿子 他们都在一起 他就因为十四五岁 就老说党的不好 就给判了死刑 十五岁死刑 你知道吗 因为他学法语 就被打成一个 法外国的特务组织 法国的特务组织 他学法语 然后郭沐若的儿子就给枪毙了 他就死刑 没等枪毙呢 他爸爸还是很勇敢的 就找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就看到当年的旧情 就写了一个纸条 就写了刀下留人 周恩来 那么这个谢福智 公安部长拿到这个纸条 也不敢执行 但是也不敢取消 因为江青要毙了他 他也不敢取消他 所以就死刑一直扣在脑袋上 所以这个叫斩尖后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斩尖后 他斩尖后怎么做什么 他就是每一次枪毙人的时候 他陪饱 第一次说明天你要枪毙你了 还给他一顿红烧肉 俩馒头 吃饱了 小孩十五岁 他说吓都尿了 你知道吗 到那了 往那旁边墙那一批人 就呱呱呱响响枪 他就尿了 拉了一身 然后结果他活着 陪伴 你知道吗 他那时候才发现 哎呀 哎呀这活着真好啊 然后呢 慢慢慢慢 他也习惯这种游戏 就老盼着枪毙 因为枪毙有红烧肉吃嘛 他就监狱没什么好吃的 就等着枪毙 现在他后来他也不害怕 反正也不是我死 我是陪堂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 一个人死了还能复活吗 不能 人是不能的 对不对 耶稣死里复活了 你看到 所以我信耶稣啊 那么多的基督教的理论 神医学观念 最吸引我的就是死里复活 就从死亡的情人都释放 因为我八九年 我才那么年轻 我就要被抓 抓着说不定就枪毙了 对不对 我就想我怎么会死呢 我这么年轻 不会死嘛 对不对 后来别人告诉我 新耶稣得永生 新耶稣是不死了 而且三天以后就复活 那也没听太明白 你知道吗 我当时的情太好了 他把我枪毙了 我三天以后复活了 我就回北大 我坐在我同学后边 他没有回头 我就吓死他们 你知道吗 复活了 你看感谢 哎呀那个 就成了我逃亡两年中 最大的喜乐 你知道吗 我想可以复活 比如这边你想 可能你觉得很遥远 但如果你要 不相信你会复活 你的信仰是没有意义的 你的信仰是没有力量的 所以你看耶稣说 那实在告诉你们 听我话 信差过来的 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已经出死入生了 耶稣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 耶稣来让我们 在他的恩恋中得永生 Amen Hallelujah 在他的救恩里面有份 耶稣来是让救我们 救我们脱离死亡 而不是定我们的罪 这定我们的罪 让我们认识罪 但是主不定我们的罪 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 我们需要他的医治 好我们快点 第三 我们讲第二点 第二点 肉体瞎眼的看见 肉体的疾病得医治 当耶稣来是让我们 肉体的疾病得医治 在马可福音第十章 讲了一个巴迪马的故事 这个瞎子生来就瞎眼 他找到耶稣 找到耶稣 他说 这个这个大卫的子孙 耶稣啊 求你来救我 耶稣说你要什么 他说我要看见 然后耶稣就说你去吧 你的信救了你了 瞎子立刻看见 就在路上跟随了耶稣 这是我们知道圣经讲的 这个眼睛的看见 上帝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 他知道我们人类的苦痛 我相信他会医治 我昨天就特别感动 我昨天我觉得 我三十周年就没有白去 我去了以后 就被刘院长抓住了 刘福利院长就抓住我 抓住我们俩就聊聊聊 然后我就我就说你说啥呢 他说怎么搞的 你耳朵听不见 我说我这耳朵 你这有零 这耳朵三分之一 他什么都没说 他没问我为什么 他就说来来来来 我为你祷告 他就拉着我的手 我要为你抹油祷告 你看我们的老师 多有爱心 然后苏文龙牧师 刘福里牧师 刘福里牧师的师母 三个人就一起为我祷告 刘牧师就给我祷告 祷告完了 他就在我额头上 抹这个十字架 用油 抹完了他又给我祷告 他说我要四十天为你祷告 哎呀我特别感动 你看这样的老师 会跟你一辈子 爱你一辈子 遇到那种软弱 我都没好意思 给我自己四十天祷告 想你祷告祷告 想你没关系了 反正听不见也好 听不见心就清静了 你知道吗 后来他也说 说不定上帝让你不太听一些声音 哇 我说是啊 感谢主 我这耳头能听见听神的声音 这耳头不听人的声音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有盼望怕什么的 对不对 我们能听见神的声音 就给了 因为神的声音 天力都会废去 神的话永远的长存 所以世界 谣言也好 批评也好 论断也好 不听也罢 对不对 我们只听神的声音 我们不就喜乐了吗 感谢主 对你旁边 听神的声音 哈利路亚 赞美着我们要听神的声音 那我们知道 这个瞎眼的看见 也讲到了 我觉得是人的罪 人的心眼瞎了 你知道吗 法利赛人 那些耶稣在他们面前的人 来我们看经文 他就是心眼瞎了 心眼瞎了 所以我们感谢主 我们看到说 这样有些的人 是法利赛人 耶稣说 我为审判这个事来 叫不能看见的 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 反瞎了眼 这个叫 paragon 反和论 或者说 怎么说 台湾翻译了调诡 这个词挺奇怪 但是我们知道说 这是一个 耶稣说 你要得到生命的 反失去生命 你要丧失生命的 反得到生命 那我们今天看到 耶稣基督是最软弱的 被听了 实际上一句话都没有讲 他却胜过了死亡 那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很重要的 我们要了解 所以耶稣说 怎么说 我为审判这事来 叫不能看见 可以看见 能看见 反瞎了眼 然后呢 那些法利赛人怎么说 通常在那里的法利赛人 听见这话就说 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 那些宗教领袖 那些熟悉圣经的人 他们说 难道我瞎了眼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若瞎了眼 就没有罪了 但如今你们说 我们能看见 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每当我唱到 江牛顿说 前我师丧 今被寻回 瞎眼 今得看见 我就懂了 人的眼瞎 不能认识神 被油蒙了心 被怕死 遮到了我们心的眼睛 看不到耶稣 看不到神爱 看不到神的救恩 是比那个肉眼还瞎的人 还可怜 因为肉眼瞎 他只要信了耶稣 他还得永生 那这些呢 他们与神隔绝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要看到说 耶稣来让瞎眼的得以看见 第三点 受压着的得以自由 受压着的得以自由 我特别能够懂得自由的含义 弟兄姊妹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 什么是自由 因为我曾经为了自由 失去过两年的自由 我曾经坐过劳 坐劳的人是没有自由的 坐劳会有自由吗 没有的 对不对 我在苏联做老虎 我做苏联红军的老虎 那后来我从中国 我又逃到了香港 所以现在香港 当香港出现这种 战宗运动的时候 去中运动 去中这个法案运动的时候 我特别能了解 香港人的想法 因为香港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逃城 从历史到现在 香港最早只有六千多人 后来来了一批人 这批人是什么人 是泰国平天国被镇压以后 逃过去的 洪秀全三个儿子都逃到了香港 当时三个儿子被分封亡 三个王都逃到了香港 后来有一个是卖鱼虾的 后来有一个做了餐馆 后来有一个做了鸿门帮 你知道鸿门帮也是从他们家的后代起来的 然后呢香港又出了什么人呢 香港就清朝的时候 康有为梁启超 光绪皇帝变法失败 大量的人除了谭思同不逃 其他人像他们都逃到了香港 然后呢抗日战争的时候 又有一批中国的文人 那些不管是国民党的 共产党的一些有才华 为了保护他们 这是咱们国家的国家的人才 就把他们都送到了香港 他们在香港生存下去 然后呢我们知道 香港又有一批的逃亡的人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 很多人不愿意去台湾 就留在了香港 我认识香港一个最大的慈善家 叫蒋镇 这个他就是逃到了 本来可以去台湾 他不去 他就留在香港 后来成了乡人 这是在我们教会休息的 现在已经90多岁了 我每次去 他都一定要请我吃饭 有一次我回美国到机场 他坐着车92岁 91岁 把我送到机场 说牧师我要送你去机场 亿万富翁 几百亿 这老年人 每一年捐一栋楼 香港大学 中文大学 四处都有讲证的楼 你知道吗 这样一个谦卑的人 哎呀信了耶稣 非常的好 感谢主 所以你看到 后来呢 就是 62年以后 大批的灾民 抛到了香港 那么多人逃到香港 当他们逃到香港以后 这一批人你知道英国政府是不能接受的 香港人都把家打开 偷偷地藏自己的同胞 不让他们回去 后来就文革被迫害被杀的人的后代 有的从监狱里逃出来逃到香港 包括马思聪 包括好多的艺术家逃到了香港 又从香港到了国外 后来就1989年 六四运动 我逃到了香港 李璐逃到了香港 柴玲逃到了香港 一群人我们都逃到了香港 所以香港是我们的逃城 那我怎么能够理解 这些人现在这些年纪 都是那些逃亡者的后代 你让他们回去 把他们抓回去 那如果追逃过去的罪的话 他可以把他们的父母都带回去 你们逃出去的 我可以根据这个法令 把你们抓回来 你知道吗 所以有一个老年人死的时候 告诉孩子 把我的骨灰都不要吹到那边去 这个是自由的地方 我非常能了解这一代的年轻人的追求和想法 所以当我逃到香港的时候 惶惶如丧家之权 帮我忙得有黑社会 你知道那黑社会的头儿 在深圳见我 我没有钱 他超过他们定价 我的价码53万港币 1991年 那个时候一万元户都了不得 他让我付53万的港币 我哪有钱 后来他来见了我一面吃饭 我记得那还是在广东的刘花宾馆 我逃到那我们有一个包间 就我们两个人吃饭 一大桌菜 我都不好意思 他说你吃吧 这都你的钱付的 我已经付了两万块钱了 你知道吗 您吃吧 吃完 他就说我救你 为什么救我呢 他没有什么目的 就是我要救你 他说李鹏抓人我管不着 人家是总理 我救人 他也管不着 这是我的自由 你看会有这样的人 我就问他 哎呀怎么走啊 那海那么大 这个这个 我们的船会不会翻呢 他说海那么大 船那么小 怎么会翻呢 哲学家 三十年 二十八年过去了 我一想到那个年轻人 我的恩人 对我说海那么大 船那么小 怎么会翻呢 我都会流泪 神那么大 我们那么小 我们在他的怀中 能不安全吗 Aven 我逃到香港 香港的警察来见我 我逃到美国大使馆 见我非常客气 因为他不敢惹我 我在美国大使馆的 对吧 那很多人也就逃到 美国也是个逃城 美国的关系 是欧洲 宗教改革的 那些被逼迫的人的逃城 你们 上帝设立逃城 你看到没有 他让那些 走投无路的人 我们有一线 我们有一线希望 那帝主持人 你们看这段经文啊 从逃城 我今天讲逃城 圣经里有四卷书 谈到逃城 我今天用了 伊树雅记 这个弥书记也有 这个弥书记也有 这条城呢 使那些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 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爆血仇人的地方 那杀人的要逃到这城的一座城 站在城门口 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听 他们就把他收到城里 给他地方 使他住在他们中间 若是报仇的追杀了他来 长老不可将他交给 报血仇的人手里 因为他是肃无仇恨 无心杀了人的 他要住在那里 站在会中面前听审判 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 杀人的就可以回到本城本家 就是他所逃出的那个城 什么时候 这些在逃城里可以自由呢 大祭司死了 那个君王死了 中国那么多的右派 那些政治上被污蔑的人 被灌到建议 毛泽东死了 全自由了 对不对 大祭司死了 这个逃成就自由了 你知道吗 看到没有 中国当年平反了 中国多少判了多少 好几百万个右派 这个最后据说平反了 只有五十万人 这个都没了 都死了 所以不容易的 弟兄姊妹 上帝是怜悯人的 上帝是给人逃城的 所以这个被压制的 得自由 就表示我们这些 有些罪的 我们在罪恶中被捆绑 被压制的 我们那些 没有无路可躲的人 上帝会怜悯我们 给我们自由的 你们 哈利路亚 这就很重要 所以弟兄姊妹 常常为香港祷告 为这些孩子们祷告 这些年轻人 他们都是逃犯的后代 他们反对这个条例 就是不想自己被带回去 不想自己的父母再被带回去 他们希望有一块地方 我也常常想 其实中国的 共产党内部的 多少人 因为党内斗争 逃到香港 如果香港没了 他们最后连退路都没有 给自己也留一条后路 是最好的 我们要为香港祷告 你们 所以我是逃犯 我能够体会 我能够理解这种情感 逃 逃出来了 就不想再回去 就不想被关起来 尝到自由自发的人 就不愿意再做 被捆绑 成为一个自由之人 就不愿意再做奴隶 你们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我们最后一点 看到我们这位神 怜悯我们这位神 使我们在自由中 真理中得自由 所以约翰福音 八章二十三 三十二节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的是我的门徒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 我们一起来读这句 好 一起来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的是我的门徒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哈利路亚 哪里有自由呢 耶稣基督哪里 所以当我们看到 当我们这位神爱我们这位神 他将自由赐给我们的时候 他也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在基督里边 我们都是新造的 所以我们教会传扬这样这么好的福音 我们可以成为幸福的人 也让别人成为幸福的人 我们成为自由的人 让别人成为自由的人 你们 你们 大六六 好 我们来道 天父我们谢谢你 主要你的爱何等的长库高深 你爱我们 拆盘你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为我们的最定神 加上死里复活生长高铁 让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就得真的自由 让我们这些背鲁的得以释放 瞎眼的可以看见 缺腿的可以行走 主让我们这些在压制中的得以真的自由 主要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在我们过去给我们的祝福 也谢谢在我们一生中给我们的恩典 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 有疾病的求你来医治 软弱的让我们刚强 寻找工作的 办身份的主都在旷野里为我们开道路 主啊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因为你爱我们 就像爱小Amy一样 你医治了她 你会医治我们每个人 主啊 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 没信耶稣的朋友 你还没有信耶稣 包括我们视频前面 你愿意接受耶稣地做你救主吗 如果你愿意举手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愿意接受耶稣地做你的救主 举手为你祷告 哈利路亚 赞美主 如果你都是基督徒 你说主啊 我知道今天我认识到我的身份 我要传扬福音 做一个幸福的人 也使别人蒙福的人 你也去说为你祷告 哈利路亚 赞美主 主啊 求你来祝福他们 当他们的手举起来的时候 就是信心地表达 主啊 让他们在信心里面 经历你的同在 主啊 经历你的医治 经历你的恩典 赞美你 哈利路亚 把荣耀送来 归给你 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 Amen 好 弟兄弟们请坐 跟旁边握握手 说让我们成为 祝福别人的人 Ame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